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心灵的战场 而以色列人有没有打胜呢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 进入迦南地后 接连拿下了耶利哥城以及艾城 虽说接连拿下 却也在艾城一役 因为雅干犯罪 而在第一场时战败 虽说之后雅干认罪并受死 但这一次因为罪而造成的战败 却让迦南地的居民发现 原来以色列人并不是战无不胜 原来他们也会打败仗 这就是第九章第一节中 迦南诸王所听见的事 因此有一大部分的迦南诸王就联合起来 决定要与以色列征战 但畸变的居民却不这么想 他们决定用欺骗的手段 好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磨得一身生机 即便人其实就住在迦南地中 但他们知道神告诉以色列人 要灭绝迦南人 对迦南以外的民族则可以讲和 因此先是穿着旧衣服 拿着发霉的饼 说谎 欺哄以色列人说他们来自远方 接着又阿谀奉承地说自己是以色列的仆人 祈求与以色列人立约 以色列人就被他们这些诡计所骗 在没有求问神的情况下 吃了他们的食物 并且与他们立约 而以色列人在过了三天之后 才发现他们被疾变人骗了 但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因为已经和他们立约只能咒诅鸡变人 从此以后永远在以色列家做劈财挑水的人 这场以色列人与鸡变人的战场 不是在外面真实的征战 而是在心灵中的战场 以色列人一不小心就跌倒了 可以说是吃了一场败仗 而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不警醒地求问神 因此被疾变人的诡计片的团团转 以至于犯下了这个错误 弟兄姐妹 在这个世界上 仇敌也会用欺骗 阿谀奉承的方式 蒙蔽我们的眼睛与心灵 使我们轻忽了属神儿女行事为人的准则 以至于做出错误的判断与决定 我们不能不慎 至于疾变人 虽然是用诡计才成功与色列人立约 但他们是因为看见并相信神的大能 才不得已想用欺骗的方法来换取不被灭亡 就如同路加福音十六章中那位精明的管家一样 用不义的钱财交朋友 即便人他们虽用错误的方式 却得着了生命的救赎 但也要为此付上劈柴挑水的代价 弟兄姐妹 比起疾变人 我们都是活在恩典之中的人 不需要用不好的方式 或是付任何的代价 就能得着生命的救恩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份礼物 以感恩的心紧紧抓住神 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 让我们一起为主征战 靠主得胜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内而外 都能被主更新与调整 每一天总要进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而犯罪 无论何事都能尊主伟大 做神所喜悦的儿女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